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 周末的专家会诊时间 我是季玉华 每个周末我都会为您邀请到 权威的专家和患者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找出他们的发病原因 和诊治的办法 先来认识一下 今天我为大家请到的专家 于建春教授 北京邪和医院 土外科副主任 中华医学会 肠外肠内 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 张书阳教授 北京邪和医院 心内科主任医师 中华医学会 临床药学会副主任委员 金字孟教授 北京邪和医院 内科密科主任医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教授 于康教授 北京邪和医院 营养科副主任 卫生部 营养标准委员会委员 今天来到我们眼波 是寻求帮助的患者 都是重量级的 他们都有肥胖的问题 那我们先来请出第一位患者 得了糖尿病 减肥瘦就会不会 糖尿病会不会好 这次来呢 想请专家会个人 来给鞠个招 和我介绍一下吧 我姓编 得这个肥胖 已经很长时间了 因为这个肥胖呢 也得了这个糖尿病 什么时候发现 有糖尿病呢 在08年吧 你一直都这么胖吗 原来好像稍微瘦点 那就这肥胖 给你带来生活上的 哪些不方便了吗 活动什么的呢 也还行 但是到了08年 自个儿觉得自个儿 有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 就一下好像觉得身体状况 一下就下来了 尿尿啊也黏 眼睛也肿啊 后来到医院一查呢 是糖尿病 跟着呢 血糖值都挺高 跟着就在刘子那儿 就住院了 身体上有别的反应吗 有点喘呀 有点憋气什么的 那活动呢 受影响吗 活动还行 活动基本上不受什么影响 那这两年 这些年得了糖尿病呢 这个肝也不是特别好 脂肪肝 现在是越来越厉害 以前呢也减过肥 减肥呢 但是呢减过几次呢 是越减越胖 那我们面向专家 听听我们四位专家 对您还有什么 进一步想了解的问题 您原来体重有多少 二十多岁数 一百八十斤左右 那到零八年的时候 涨到了二百二十多斤 怎么样减重的 后来又怎么失败的 原来就是大运动 打球 羽毛球 网球 都能都能 还能能跑跑 后来呢 就是好像一个太远了 完了就这个球呢 就没坚持下来 后来就 又胖起来了 那是减重的时候 能减多少斤 减个三五斤 那您那时候减肥的时候 饮食上控制的时候 说少吃了点 对吧 比以前少吃了多少 你能够形容一下 以前特别爱吃面食 而且这面食吃的也挺多 一顿能吃个七八两呢 一顿吃七八两 一顿吃了七八两 肉吃的多吗 也多 酒喝吗 也喝 甜的吃吗 甜的还喜欢吃 这个花生瓜籽 这些零食 那个生的花生有时候吃了点 瓜子什么的 一般不是特别爱吃 那么家里头也有相似的 就是肥胖的人吗 有 我母亲稍微胖点 母亲稍微胖点 家里有没有人得糖尿病 高血压 冠心病 嗯 糖尿病有 原来我父亲 父亲是糖尿病 父亲是糖尿病 对对对 那么有没有人得心肌梗死 没有 冠心病 没有 也没有 高血压的人呢 也没有 那么你认为这个体重很困扰你 我觉得对一个体重现在实在是太胖了 而且这个糖尿病带着这个生活质量也下降 那您指的生活质量下降 您再能够详细的给我们讲一讲 比如说是您的走路觉得费力了 因为走路也费力了 有时候觉得这个眼睛要肿 嗯 就是 而且呢 腿也肿 哦 还觉得这一天工作下还挺累的 原来一累回去就更不爱工作了 那么平常上楼感觉怎么样啊 不爱上楼 那你口气上几层楼啊 不爱上楼 在这个发现糖尿病的这个前 有没有过一段时间的 比方说口干啊 这个喝水多啊 或者晚上的尿多 当然觉得自己尿尿黏 尿尿黏 后来听那个周围同事朋友呢 也说过这个问题 一个呢尿尿黏 再一个呢这个眼睛要肿得特别厉害 当时发现的时候 当时的血汤是多少 当时餐前是17.6 餐后是26.2 你在这个发现糖尿病的这个前后 这个你可能做过一些检查 还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 这个检查到异常 比方说 血脂高不高 尿酸高不高 血脂也高 酸高啊 多高 肝脂也高 肝脂也高 尿酸高不高啊 尿酸不高 对了糖尿病以后 你感觉到你的那个视力呢 这个眼镜啊 看中一下也没有什么变化 还有呢这个手 有没有什么手脚麻木 没有 视力也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眼镜戴了有 也十多年了 给您再测一下血糖 体重 我们接下来给编先生进行一个现场的体重和血糖的简单的检测 差不多是在一百零五左右 一百零 零 公斤 KG 好 刚才编先生介绍自己的身高是多少 一米七六 一百七十六 好 那我们想问一下教授就是这个肥胖指数应该怎么来计算呢 是用它的体重 公斤体重 除以身高 除以两次的身高 也就是身高的平方 一百零五除以一点七六的平方 一百零五除以一点七六的平方 接近于三十六 接近三十六 对对 约等于三十六 对对对 好 这个指数意味着什么 这个意味着它是一个中度肥胖 中度肥胖 正常的值应该是多少 那么正常的话我们是在BMI的二十四以下 如果超过二十四 那就属于超重 超过二十八就是肥胖 那看来超标不少啊 这个体重指数 来再帮边线上测一下血糖 好 尤其我们的护士 你什么时候还用的餐 十二点半 十二点半 那到现在差不多有将近六个小时了啊 看一下数值 现场测到的边线上的血糖值是十一点六 那我们四位教授还想看他其他的检查的报告吗 血糖 血脂 血尿酸状况 呃边先生的血糖葡萄糖的检测结果是九点二八 然后甘油三支的结果是五点六三 糖化血红蛋白是八点四 这三个都是标着向上箭头的 还有一个总胆固醇是六点七四 我看到这几项是标着向上箭头 还有一个叫低密度质蛋白是四点一九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 血脂代谢余肠和糖尿病的准备 四位教授呢已经了解了边先生的一些基本问题 接下来呢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分析进入到专家会的时间 这位先生呢他的 呃说实在他的这个整个肥胖的发生呢 我认为还是跟这个整体的生活方式啊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 一个是呢活动可能偏少一点 第二一个呢长时间的啊 已经不是很短的好像十几年的这样的情况的 这个喜欢比较大量的主食 他的整个的肥胖的发生的这个整个过程 应该说除了可能的遗传因素或者其他一些因素之外 跟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跟运动的不当有密切关系 一个男性啊四十三岁已经肥胖十多年了 那么目前的问题的话呢 就是说在他身上呢存在着多种啊就是冠心病的啊 动脉专因化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再加上他有一个很啊二十多年的西安的历史 所以呢我们也很担心他这个心脑血管的情况 那么他现在这个一个肥胖呢就是已经有病发症出来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血糖升高 当然我们现在这地方呢没有一个这个胰岛素测定的一个数据 而估计呢因为他这种肥胖的一个一个病人的糖尿病 这个胰岛素增高的 他是一个二型肥胖的肥胖 也一道素的水平可能很高 他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因为他原来也做过减重的这个运动啊 然后但是吃的方面的话没有很好的控制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今后的话能够这个饮食方面是最主要的一个控制 但是呢往往我们有好多病人是饮食控制不下来 而且他的一个糖尿病呢用了二加三挂以后 这看起来血糖能量比较高的 就是说这一个这个目前对于降血糖的治疗是个不够的 要采取一些措施让血糖降下来 那么同样的就是这个这个对于高血脂我们也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所以我想呢他要是如果在今后的这个减重的治疗过程中 如果饮食方面还是控制不住的话 还有办法就是做手术 期待他这个结果出来或者说专家给我有一个妙方 按照专家的这个指导来做这个减肥能成功 这样呢也减肥了也能治愈糖尿病 专家已经得到了会诊的结果 我们有请到北京协和医院的金字梦教授告诉我们 好 边先生 那么你现在的这一个肥胖是个一个中等度的一个肥胖 时间的已经比较长 所以呢已经的引起了一些并发症 比方说这个糖尿病这个高次血症 这个高次血症 那么我们如果通过详细的检查 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其他的情况 比方说高医疗所血症等等 那么这个呢这个一个 都是一个肥胖的 长期的肥胖的一个结果 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治疗 应该你要这个首先要加强运动锻炼 这个另外呢隐身要得到一个隐身的调整 这个隐身的调整呢 这个隐身的调整呢就指的 一个一方面是要 我们要吃的量要减少 还有食物的结构也要减少 但是呢这样的一些这个治疗 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效 有这种可能效果不是太明显 那么效果不太不明显的 可能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包括就是刚才这个于教授提到的 这个一个外口的干预 比方说胃带一个缩带的手术 这个胃带一个短路的手术等等 建议你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就大概是半年左右 这个在医生的指导下 这个加强这方面的一个基础方面的一个治疗 就是运动锻炼 这个运动锻炼 当然运动锻炼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因为你的体重呢太大 比方说这个运动呢 还不适合于节力的运动 比方说跑步 你在跑步的时候 两个习惯界的时候 你这个这么大的体重 这个受到的压力很大 可能会省上一个习惯界 所以你的运动呢 最好的就是肘部 这个肘部呢要快走 而像散步慢慢悠悠的走 那不管用 另外一个呢要有足够长的时间 要足够长的一个时间 严先生您关心那个手术吗 因为刚才教授也提到 另外一个治疗方式就是手术 你能接受吗 我现在先不接受 我还是接受这个 一个是饮食控制和这个钻链吧 先按金教授说的 我先试半年 说半年以后 如果要是控制不了 咱们就再找专家 咱们在一起做手术 饮食方面 我们可以请教一下这个余教授 要给你安排一个这个 适合你的一个饮食 这个问题咱们再听听 于教授的会诊意见 我觉得有三个东西 要做一个基本的保证 第一个呢我刚才给您算了 每天的总的主食量呢 最好控制在四两左右 但是我不让您一步到位 一步到位是很难的 一点点减 我可以一个星期减掉半两 我大概用两三个月的时间 靠近我的这个四两这个值 这是第一点 把这个餐次呢 分成每天三餐或者四餐 每一次正餐里都有一点主食 哪怕我喝点粥也可以 那么这是第一个 我提个问题 是的 这糖尿病人说不让喝粥 是的 糖尿病人是这样子 不是绝对不能喝粥 粥呢升高血糖的能力呢 是比干的东西要强一点 但是它下来的速度也比较快 可以这样子做 比如说我先稍微吃一点干的东西 然后再喝一点稀的东西 这样的干稀搭配 对于你胃的感觉会比较舒服 这样子来做 也容易造成一个比较 轻度的一个饱腹感 就不会让自己一减肥的时候 会觉得很饿很难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可以增加一些低热量的菜 它又占胃的体积能量又低 比如说吃很多的青菜 青菜要在你一天的整个食物里 占到三分之二以上的量 不要选土豆啊芋头啊山药那些东西 而吃绿叶菜 用一些少油的做法 第三个呢要有基本几个保证 一个是呢我们说要喝一袋脱脂的牛奶 低脂肪的牛奶 第二个呢每天吃一两的肉 大概这么一块一两的瘦肉 这是一天的量 一天的量 天下能接受吗 余教授给一个具体一点的东西呢 具体一点的东西啊 中午早上一两主食 可以用点全麦面包 加上一个鸡蛋清 然后加上一杯脱脂的牛奶 然后中午的时候吃一两半的主食 米和面都可以 但是最好在一两半 可以选一些粗粮 那么大概有半斤左右到接近一斤左右的青菜 大概这么一盘子多一点 然后吃一点清蒸的鱼 晚餐的时候呢 基本上跟午餐近似 只是把鱼呢 可以换成一些个豆腐 建议您呢 不管饿不饿 晚上有一个固定的家餐 就是加一点无糖的那个酸奶 加一点苏打饼干 先吃苏打饼干 再喝一杯无糖酸奶 下午的时候呢 可以如果饿了啊 下午可以 黄瓜西红柿一个上午吃一个下午吃 这样子一天大概是五餐到六餐的食品 也避免您可能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您是接受这个余教授提的饮食疗法呀 还是咱不那么遭罪 直接弄一手术解决了 我还是先听余教授这个饮食疗法吧 好的 谢谢鞭先生 现在看起来这个肥胖是确实很严重的 先按专家的意见吧 就是麦开腿 管住嘴巴 只能是加强锻炼 少吃点 能让自己活得更健康 接下来我们请出下一位患者 接下来我们请出下一位患者 糖尿命医又带着其他的并发症 这样的话就反正对我以后身体也不好 现在我还有点口血压 找专家 看看我这个肥胖到底怎么能给减下去 你现在有多少体重 200 就是260吧 260斤 对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概十多岁吧 大概十多岁的时候 就是吃的就比较多 长身体嘛 那阵一天可能会吃八个满道中午 现在肥胖给你生活呀 包括工作带来什么困扰了吗 反正肥胖了之后 对身体也不是很好 我有时候是有点高血压现在 毕竟现在年轻 其他的病症还没有出来 你交女朋友了吗 交了 他介意你现在的这个体重吗 肯定介意 介意 他怎么说呢 他反正就是让我减 尽量就是 因为太胖 会对以后的生活也 也不是很好 他说我减到一百一百八 一百八就差不多了 这对于你来说有难度吗 有点 以前尝试过减肥 嗯 吃的是青菜 然后吃贴饼子什么的 然后也打球 打篮球 效果怎么样 嗯 还行那这是220 一下瘦到了280 嗯 但是后来工作之后 就放弃了这些 然后就 我开始越来越胖 越来越胖 对面做的是我们协和医院 非常权威的专家哈 进入到专家的问诊时间 小肖身高多少啊 1米76 你说你血压高 低压是110 高压是130 还发现什么高了 血糖高不高 血糖不高 血糖不高 血糖4.6餐前 血脂高吗 血脂高 您吸烟吗 不吸 喝酒吗 不喝 不喝酒 经常在外头吃饭吗 经常 经常吃饭 三餐规律不规律 不是很规律 喜欢吃什么 喜欢 比如说肉菜还是油炸的 还是肥的 还是甜的 油炸的 煮食一天有脊梁 自己心里有数吗 没有 现在少了 现在也就是不到二两吧 以前吃的多 对 以前特别多 腰围量过吗 39左右 比我的裤长多长 长出好多去 小肖你平时吃饭 咸不咸 口味重吗 喜欢吃咸的吗 偏重 平常心跳快吗 测我是50多 还是60多 家里的父母亲有高血压吗 有 我母亲有 我父亲也有 父母胖不胖 我母亲胖 父亲还行 你现在每天 这个运动量有多大 几乎是没有 没有 对 你是不愿意动 还是动了以后很难受 还是动了以后有憋 憋气 或者什么样的情况 为什么不动 没时间 有时候回家都十点多 直接睡觉 那小肖你做什么工作的 剪辑 剪辑 所以这服案工作比较多 对 最近做过什么检查吗 就做了一个血生化吧 应该是 看看她的化验单的情况 好 我们从系统当中调出小肖的化验结果 给教师们看一下 总胆固醇的结果是5.5 甘油三支是1.95 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低密度质蛋白是3.88 转胺酶高吧 转胺酶是67 那么非常重要的一个 她建议她再做一个糖酸量的试验 因为现在她的空口血糖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肥胖患者 在有糖尿病以前 往往守心日 胰岛素的增高 其他的呢 B超啊 或者其他的 没有没有 都没做法 这个心脏没有做过什么心电图 没有没有 平常心脏什么的都还好 就是血压有时候会高 就是猛蹲猛起 它就会有点晕 但是过一会就好了 余教授刚才问到说 有没有做B超 您希望了解她哪方面的问题 因为这么胖的人的话 容易得这个脂肪肝和胆囊结实 好 小肖我们现场给你做一个B超的检查 好 不介意吗 不介意 好 那我们请到解放军总医院 介入超声科的余明安医生 配合我们做现场的超声检查 可以了余医生 好 这位教授 我们可以看对面的大屏幕 了解我们现在做B超检查的 一个现实的状态 好 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好 那么我掃描的是患者的肝左叶 应该说是一个重度的脂肪肝的 一个表现 第一是肝脏的回生 光点非常的细密 后方的衰减的表现 同时肝内的血管看起来边缘是模糊的 不是那么锐利 另外我可以再看一下肝肾的对比 好 为什么要看肝肾的对比 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脂肪肝 肝脏的回生和肾的回生 应该是相似的 那么这是肝脏 这是肾脏 正常情况下它两个颜色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肝脏的回生 比肾脏回生是明显要强的 肾是黑的 然后肝那一块都是发灰白的 都是发灰白的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肝脏的脂肪变性 它这个是什么度了 这是应该是个重度 应该是个重度 对 好的 谢谢余医生 专家了解了小肖的基本情况之后 就进入到专家会诊时间 青年男性 他们也已经肥胖十几年了 目前是可以诊断一个病态的肥胖 BMI是多少 41.5 都41.5了 重度了 对吧 我们中国人的重度肥胖标准是37 37 中国人来讲它也是个病态的肥胖 另外呢 现在伴有一个树上压的增加 增高 高血压 还有个高脂血症 重度的脂肪肝 那么现在看来的话呢 这个血压高的问题呢 也可以用这个肥胖来解释 高脂血症的话呢 也是跟肥胖之间相关 从它的体型来看的话 它的腰围的突出是比较显著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可能 从肌内部角度来说增加一些个内分泌的问题 或者是张教授这边心血管的问题 可能显得比别的病人就更突出一点 因为很年轻的一个 它的肥胖的脂肪分布并不是一个比较均匀型的 而是一个过于向心型的一个分布 内脏的脂肪可能是更多 对 因为两者是一个比较平行的变化 所以今后在整个治疗里头 如何监控减它的腰围 可能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就是它减的成功或者失败 这个腰围的缩小与否很关键 我们首先是要做这种营养饮食方面的调整 生活习惯的调整 然后呢 这个如果有血脂和血肠的问题 还要需要内科的治疗 然后呢 我们基本上要给它一个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如果这个减重效果不好的话 我们再做手术 专家的一些建议能从饮食 或者是从手术方面 也可以给我 只要能够减压肥来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东西都行 我都能介绍 就是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让我减下来 专家已经得到了会诊的结果 我们听听北京协和医院新内科的张树阳教授 给我们最后的结论 小肖你好 你好 刚才听了你的一些介绍 那么年纪轻 24岁 已经肥胖十几年了 现在BMI已经达到了大于40亿了 那么从肥胖这个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重度的肥胖 我们又可以称它为病态的肥胖 那么同时呢 你还有一个高血压 血脂异常 以及重度的脂肪肝 对 那么看来这个肥胖给你带来很多相关的问题 对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糖代谢的问题 因为没有一个深入的检查 现在也不好说你一定是正常的 很可能存在一个糖耐量的异常 所以呢 按照金教授的指导的话呢 回去要深入的查 血糖代谢 好好 那么就这个肥胖目前给你带来的这些问题的话呢 饮食上还是要注意 吃容易消化的 低盐的 低糖的 低脂的饮食 饮食上加强控制 饮食控制的同时的话 要做运动 一定要安排时间去运动 那么对于一个血压高的问题呢 你可能要关心 怎么治你这个血压 对 这个有两方面 一个是药物的控制 一个是非药物的治疗 通过低脂饮食 运动减肥 能够有一定程度的血压下降 但是呢 它可能能够达到的话呢 不到就是四五个毫米公度的一个血压的下降 你主要是以舒脏压高为主 这跟肥胖是直接有关系的 那么运动了之后 所以血压还控制不到 比如说九十五以下 要考虑要用药 那么对于一个血脂高的问题的话呢 饮食是一方面 运动 另外的话呢 要考虑要用一个调止药 如果刚才讲的这些 所有的生活方式的干预 以及药物的治疗 都达不到很好的效果 还是这样胖的话 我建议你去看于建村主任 那么他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而且呢 也有很多的患者也已经表明 是非常有效的 就是做一个手术 再问一下 请教一下于教授 你主要关心哪方面 可以直接向于教授请教 比如说我要做那些 做那个手术的时候 会不会有什么 后遗症依赖的 因为毕竟它是开刀 奔我身体里走 这种手术是 属于限制容量 但是不切胃 也不切肠的 不用改变你消化道的这个 原来的这个结构 所以这是抚强镜手术 在全麻下做这样的手术 是个微疮手术 有没有什么定量 比如说我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最简单来说 油炸的 肥的 甜的 带奶油的 这些东西都不要吃 辛辣刺激的 过咸的都不要吃 我给你三条很小的建议 第一个 你尽量别在外头吃饭 如果在外头吃饭 不要客气 拿一碗热水 每道菜都涮一涮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想到 吃饭的总颜量 咱们喝啤酒 那个啤酒瓶的那个瓶盖 你一天放的盐 别超过半瓶盖 越少越好 你不会缺盐的 你现在面临的盐多的问题 第三个 吃饭的时候 像刚才于教授说的 越慢越好 吃到最后 自己都有点觉得烦了 这样 慢慢的吃 第四个 为了有助你慢点吃 你可以 把那个碗 换成小碗 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碗有多大 就是普通的小碗 那还行 因为我们有的病人 用大海碗吃饭 这个坏了 用那个非常小的 像茶桌那样的碗 心里都想 我都吃了六七碗了 实际上比你原来的大碗 也就是一半 所以用越小的碗吃 越有一种 减慢速度 细胶慢咽 好吧 那我们要谢谢专家 也谢谢张教授 我按照专家的建议来走 半年之后 如果还是这样 我觉得我想接受 那个专家那个手术 接下来我们请出 下一位患者 陆女士 三十四岁 没胖二十年 高脂血症 脂肪肝 三个月前 一座未出带减容术 现在不是已经术后三个月了吗 然后我前期检得非常好 近一个月呢 我已经开始参加工作了 参加工作以后呢 我现在的减重的情况 稍微有一些停滞 所以我想咨询一下专家 是什么情况 或者什么因素 导致的这种情况 你现在体重你自己知道吗 知道 多少斤 我现在一百零二公斤 那就是两百多斤 是两百零四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现在的那个身体情况 和包括之前那些身体情况 我是因为从小就开始胖 然后青春期发育的时候 开始猛增 最后那个近两年左右 发现越来越胖 而且就基本上 屡次减肥屡次失败 属于这样的情况 恶性循环 然后越胖越不想动 越觉得懒 导致的最后月经也不正常 后来有朋友推荐 北京协和做这个未减容术 未出胆术做得非常好 我当时也是抱着一个 试一试的一个态度 来做这个的 然后我现在已经术后三个月 你已经做过手术了 我已经做过了 我最胖的时候是一百二十三公斤 那现在已经减了多少了 从一百二十三减到一百零二 二十多公斤 二十一公斤 二十一公斤 看看我们北京协和医院的 这些专家团队 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进入到专家的问题时间 这个做完手术 再吃饭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 比如说不舒服的情况 如果嚼得慢的情况下 是很顺利的吞咽 但是如果有的时候 吃饭的时间有人打叉 或者是自己有的时候着急 然后会出现卡 经常有饥饿的感觉吗 手术以后 做完术袋以后没有 在做手术之前 经常会饿 看见吃得很香 那以前的话 您也减过重吧 是以前有减 有减的情况下 也通过一些外界条件 运动 还有一些靠一些减肥药 喝减肥茶 但是它的效果挺明显 但是马上反弹会更多 最多减了多少斤 多长时间 曾经减到过10斤 然后紧接着反弹了16斤 手术之后 这个体重是一直往下走的是吧 对做完手术以后 是一直在 在有阶梯式的往下减 那么这个手术 觉得没给你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是吧 基本上没有 因为它现在比较规律我的饮食和作息时间 它是这样子 因为以前就经常会 就是暴饮暴食 还有我呢 就是吃饭不规律 有一对没一对 而且我不吃早餐的 但是我做完术袋手术以后呢 我现在早餐是非常重要的 手术以后有没有复查 比方说你的这个血压啊 血糖啊 血脂啊等等 这个有没有改善 有的 现在是近期 术后半个月 一个月和三个月 我都会来北京协和医院做复查 然后那个 我在做术袋之前很胖的时候 我的月经是不正常的 我甚至有七到八个月不来月经 但是当我做完术袋的第二个月 我的月经自然而来了 而且我已经来过两次月经了 是非常的规律 上班以后 饮食上有什么变化 上班以后 上班是这样 早餐是很重要的 正点吃 然后中餐也是 但是到了晚上六点到六点半下班 按正常的饮食习惯 应该有晚餐的 但是回到家八点回去以后收拾收拾 就应该要睡觉了 然后晚餐现在基本上就很省了 就是喝一盒脱脂牛奶 睡觉过程中没有一些明显的饥饿感吗 或者甚至被恶醒的这种情况有吗 没有但是第二天的早餐就会加量了 专家了解完小鹿的情况之后呢 就要给出专业的分析 咱们进入到专家会诊时间 这个手术前的有代谢综合征肥胖症引起的 脂肪肝啊 高尿酸血症 高易道素血症 还有呼吸睡眠暂停 避养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月经不调的问题 那么经过手术以后呢 这个很多问题都有明显的好转 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正常水平 所以呢我想呢 他下一步的这个治疗呢 是应该是以这个饮食运动为主 他有个现实问题 就上班以后回家是非常晚的 所以在晚餐的时候 他经常是到八点或者以后再吃 那么这种情况 他就可能没有力量或者没有精力去做这个事了 所以他现在晚上吃的就是一点点酸奶 这样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情况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是不合适的 因为可能造成晚上的一些个低一样的状况 低血糖的一些状况可能会发生 减肥减体重这个过程呢 那么还是得要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不要着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要变成一个完全像正常人一样 饮食控制好多运动 在随着体重的下降 运动量呢能不能再增加一点 那么把晚饭的话呢能不能再提前一点 做了酸奶的手术以后呢 其中的已经有明显的下降 其中的下降以后呢 一些代谢的这个异常的指标呢 应该会有会去见好 这个呢我们以后再给他再做一些一个检查 把手术以前的一些的指标 我们可以重新再测定一下 可以呢可以看到 估计会有明显的一个见好 所以呢他呢还要在这个 继续在猛诊上的水准 我最期待的我的所有的 只属于正常的 而且就是说我现在减重的这种情况 在我们协和所有的 这么多科的权威的主任的指导下 属于一个良性循环 然后慢慢的能够使我 恢复我正常的体重 恢复我的健康 专家已经得出了会诊结果 我们有请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的余康教授 告诉我们 几位教授讨论呢 我们觉得呢是这样子 就是你在整个做完树袋以后啊 状况已经比之前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进步 但是距离最后你达标的目标还比较远 所以你还得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耐心来支撑自己 要有信心同时要有耐心 那么在这个前面你提到的一些问题里头呢 我们就想到几个几个事项 第一个事项呢 成如刚才教授们说的 你得注意随诊 就是说这个树袋虽然做完了 但这个事没结束 我得定期的到门诊来 然后要看什么呢 一个要看我手术以后本身的情况 所以要看余建春外科的这个余建春教授的门诊 还要看内分泌课 比如金教授的等等门诊 然后要看我们营养课 还要看内课或者是呼吸课 包括张教授的这个心内课等等 所以要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水诊 第二一个呢 饮食跟运动一定要跟上 第一个呢 吃饭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慢的感觉 这个头可能要有一个数数的一个培养 比如说我嚼25下咽下去 当然我不是以后永远嚼25下 每次都得数那多累 但是刚开始形成一个反射 慢慢形成习惯以后 你自然的会嚼很多下 然后再下咽 这就是给自己一个办法 第二一个呢 吃饭一定要专注 周围的环境尽可能的安静 就比较有一个私人的空间 我来吃这个饭 而不是说周围有个人 给你随便开玩笑打扰 或者有什么看着电视 有很乱的环境 这个不好 所以要注意这个两条 还有一点建议就是晚餐的时间 有可能提前 哪怕提前半个小时 对你来说都是一个质的变化 第二一个呢 就是你现在说晚上的时候 经常的就是喝一杯酸奶 无糖酸奶 我觉得如果从晚上控制饮食 控制血糖 到营养控制化 酸奶 这个无糖酸奶 不是个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你可以选择 糖尿病专用的肠内营养液 这个实际上你已经吃过了 就是跟酸奶比 你觉得哪一种效果 可能更好一点 应该是 对 因为它都是奶昔 对 我想还是用肠内营养液 可能来的效果更好一点 当然我鼓励你在晚上的时候 还是提前一点时间量 稍稍做的充分一点 比如说我可以吃一点固态的东西 吃一片小全麦面包 然后加一点小的素菜 这个也不会花太多时间 单靠酸奶 总归是有一点潜在的一些风险 所以我可以在这说 建议你稍稍做一点点调整 我会加油的 好谢谢 你一定能成功 刚才听过这几个专家做了会诊 给我提了一些建议 我觉得非常的好 而且就是更加增强了我减重的信心 我觉得我如果按照他们的建议的话 我一定会成功的 今天我们给三位肥胖的病人 非常专业的分析 非常感谢我们专家团队给这的专业意见 在每个周末呢我还会为您请到 权威的各个科室的专家 给需要帮助的这些病人们 提供专业的分析和意见 那希望您呢都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 远离疾病 下期见 旅途中您是否目睹过怪象 又有哪些传统观念不可取呢 应急救护培训专家 教您应对慢慢旅途的须知健康之路 敬请收看